三十年前在阿富汗遭击落俄飞官叛回国 俄罗斯的退伍军人单位今天表示 1987年当时苏联介入阿富汗作战期间一架被击落的军机飞行员 原本因失踪多时已推定身亡 但近日却发现人还健在 并表达希望能回家 俄国散兵联合会会场瓦斯托洛金 Valerie Vastroden 告诉官方的俄罗斯新闻社 Riano Vasti 他还活着 令人非常吃惊 他现在需要帮助 瓦斯托洛金也是美俄营救战俘与失踪官兵联合委员会的俄方负责人 他以保密为由 拒绝透露飞行员姓名 不过俄国工商日报 Komersand 报道 1987年只有一名苏联飞行员驾机遭击落 名叫潘特列古 Sirhei Pantojag 来自俄国南部的罗斯托夫 Rostov 退役军人组织战场兄弟会 Battle Brotherhood 赴会长加里宁 Vyacheslav Kolinan 告诉俄新社 那名1987年被击落的飞行员现在可能已年余六旬 他现在希望能返家 加里宁表示 这名飞官可能人在巴基斯坦 阿富汗在巴基斯坦设有战俘营 俄新社报道 在1979到1989年苏联介入阿富汗爆发战事 这段期间有125架苏联飞机在阿国遭击落 荡苏军1989年撤离阿富汗时 约有300名军人被列失踪 此后有约30人被巡获 并大多已返回母国 地方退役军人组织还表示 这名失踪飞行员的母亲与妹妹也都还健在 中文字幕组织